他们是一对年过花甲的夫妻 调解之前 妻子跟女儿打了电话汇报情况 我在这挺好的 工作人员照顾得挺周到的 丈夫则跟儿子联系做了交代 两颗简单的电话 确实这个家庭 已经裂变为两大阵营的信号 我老公就是因为重男轻女 这封建思想特别特别的严重 他说我重男轻女 我说他重女轻男 过情偏爱儿子 母亲更疼女儿 不同的观念引起不断的矛盾 当一笔700万的巨额卖方款 摆在他们面前 一场财产争夺战 打下了 依片谎言隐瞒 为了给孩子争夺家产 金钱与孝顺挂上了钩 儿子和女儿到底谁最孝顺 这个孝顺怎么来评价呢 教育和爱究竟要如何区分 对他们的教育应该做一个区分 对他们的爱却应该是一样的 这笔巨额家产将如何分配 这个裂编的家庭最终能否一团合计 调解马上开始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中排乳酸菌素片金牌调解 江中排乳酸菌素片 每天嚼一嚼乳酸菌调理 祝肠道通畅 各位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所有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周女士和范先生 欢迎二位 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 到金牌调解是有什么样的诉求 我先说吧 我的诉求就是为我和我女儿争一份家产 女儿和我都有一份保障 您所说的这个家产指的是什么呀 有房有钱 房子海南72平米的房子一套 老家400多平米的两层半的楼房 手续都是她半的 都是她的名字 钱是200万 200万里头我和姑娘分文没有得 一分都没见着 都在她那儿 我不知道她怎么分配的 我一无所知 周女士 你说你要跟你老伴来谈 这个房产也好 钱财也好 怎么去分 我还能理解 为什么还要带上女儿 也要去为她争取 她在2000年 在家里盖一个厂房 2000年一共17年 她借了就是说300万 17年当中 都是我和姑娘替她还账 姑娘替她还账 换了10万左右 你的意思是 这些家产里面 理应也应该有女儿一部分是吗 对 范先生说一下你的诉求吧 我诉求 一个是夫妻关系正常 不要相互猜疑 不相信 再一个就是 我希望 日子闺女一样 都能正常地生活进家 现在就是 因为日子 跟她妈 关系不好 日子 现在不让她进家 如果我简单地理解的话 今天她是为了女儿 争取利益的 而范先生 是为了儿子 来争取情感的 对 刚才周女士所说到的 房产也好 家产也好 这个分配从什么时候 放在你们家庭里 开始讨论的 16年的8月份 我们的房卖了700万 还了200万的外债 剩下的500万 儿子100万 女儿113万 买房子 剩下的这钱 300万里边 100是人家欠我们的 一个80万 一个20万 到现在没拿到 那就是说 现有的这个钱是200万 对 剩200万 现在我给她要 我说 100万 她说没有 我说你给我20万 她说没有 我说你先给我10万 安慰安慰我 她说没有 周女士说 200万的钱款 她连一分钱都没有见到 那么这笔钱 到底怎么处置了呢 这时候范先生 开始给大家算起了账 他列出了一笔一笔的开支 比如工厂还债 海南买房 老家盖房等等 我海南 我买了一个消贫房的 老家盖房 花40万左右 没钱了 全是谎言 她给儿子 花了21万 买了辆车 装修20万 儿子家电 价格10多万 现在就是我查他那个账 给了儿子88万 周女士指出 200万的钱款中 丈夫分给儿子 总共88万 而女儿只分到13万 那么为什么范先生会做出这样看起来不公平的分配呢 儿子这个方是必须分 现在需要 他没有放 没有 给女儿这个是 现在他有放住 给儿子出装修费等等那些费用也好 这些是您一个人做的决定 还是您有跟老伴一起商量做这些决定 也跟他说了 我没同意 对于家产的分配 范先生认为 应该考虑子女的实际需要 儿子明显比女儿更需要用钱 他给儿子多一点精气支援 也是情理之中 可身为人母的周女士 为什么就是不同意呢 不公平 儿子特别不孝顺呢 就不应该得 女儿太孝顺了 全国排名能排前十名 儿子不孝 能排前国也排前十名 周女士的观点是 子女们谁孝顺 谁就应该多分家产 在他看来 女儿比儿子更孝顺 就应该多分家产 那么究竟是什么 让周女士认定 儿子不孝 女儿孝顺呢 女儿太好了 我无法形容了 大的我别说了 小的 我们家的 卫生纸 牙膏 牙刷 皮粉 肥皂 香皂 点点滴滴 我只要一说出一个字来 姑娘 礼拜六放假去 准给我买了 我的零食 没断过 我们三口的衣服 出嫁之前 买三口的 儿子一结婚之后 我们两个到现在 里外 红上衣 到鞋腕 都是姑娘给我买 全包了 女婿说了一句话 妈 你知道我们现在 怎么过着了 那天也喝了点酒 女婿不开工资啊 单位不行 效益不好 您的意思是说 女儿的生活 其实并不富裕 可是却把你们二老 照顾得如死周全 是吗 对 女儿一个月 三十年多的工资 儿子和媳妇 一个月 少说五六千 两个人合起来 生活在儿子媳妇 一律不逃 儿子 耗持懒做 儿子 毕业 参加工作十一年 我分文没见他来 除了这个日常生活 对你们照顾得 如此周到之外 还有什么 在您看来 女儿是做得特别好的 我是一二年 五月五号 在北京 我胸椎管狭窄 做了一个大手术 做手术的当天 儿子 女婿 我们都带 手术当天 算是成功了 晚上 儿子就回形态了 然后把生了女儿自己了 到了第二天 女儿发烧了 感冒了 说叫小超来吧 我只要说三天一夜 我再来 他说过去了 过去女儿就回来了 我一天晚上 十点多 他就睡了 第二天病友都说 哎呀 你儿子打得呼噜皮 他爸爸还想呢 我一听是有意见了 第二天晚上 我说你晚上 到一两点 你再上屋睡 病友 护工都睡了 你再睡 要不大家休息不好 净病人 行 刚不到十一点 他就又睡了 第二天 下午六点 女儿去了 一共输了两天一夜 女儿一去 姐姐你来了 妈我走啊 爬屁股走了 回形态了 这时我问姑娘 我说 娜娜 你怎么来了 你好了 我说小超你打电话了 姐姐你赶紧来吧 晚上他妈不让我睡觉 我一听这个 我说明天我不输业了 下午我就赶过来了 而且我待了十五六天 他就待了两天两夜 别的时间都是姑娘和他在了 好 所以您是希望通过这些事例来 让范先生明白 女儿对你们的付出 比儿子对你们的付出 他明白 或者说孝顺要多得多 对 我11年 我的脚做了一个脚手术 那一次 儿子从我住院做手术 一切到出院 儿子没凑 嫁去玩去了 全是姑娘 你不是咋 他不是认账重男轻女 儿子肖 小三岁 小三岁 儿子男孩 心除 不如女孩 心起 不是他不愿意 是他可能男孩做不到那么细致 对 周女士认为 自己住院期间 女儿带病伺候 儿子却不愿意多花时间照顾他 就足以说明女儿孝顺 儿子不孝 但是 在范先生看来 儿子不过是比女儿心粗一些 并不是什么大事 不能被扣上大不孝的帽子 看到丈夫对这件事轻描淡写的态度 周女士一下就急了 女儿也孝顺他呀 儿子也不孝顺他呀 周女士指出 女儿对两个老人都很孝顺 可儿子呢 不仅对他这个母亲不孝顺 而且对这个宠爱他 为他说话的父亲 也不孝顺 10年他心脏支支架 手术那一天 女婿女儿儿子都去了 手术以后 她是腰间盘 所以就是在监护室的女儿 在她的鸡鸟那揉 不揉 她躺不住 因为她那个脚在这穿的 怕血管破了 就是大出血 所以做的一个就是搬鸡鸟 到晚上10点 女婿就给她爸爸揉 儿子 我走的时候 我说 你跟你姐夫倒替换班的揉 别让你姐夫自己揉 揉一宿受不了 你放心吧 我们早晨 第二天早晨6点 和我女儿替她们去了 我们一进屋 她在病房睡了 女婿还在那儿给她揉呢 我们把她喊醒以后 哎呀 明了 我说你没替你姐夫 哎呀 我仍然还早呢 我一睡了一宿 我走啊妈 我走啊姐 就是住院啊 都是女随回女儿 往前跑楼上楼下交费 您是想说 在她生病的时候 这女儿和儿子 他们的对待父亲 差点太大了 范先生有感觉吗 你认可她刚才说过的吗 在您生病的时候 她生病的时候 儿子和女儿的这种对比 您认可吗 我认可 的确是这样的 的确是这样的 她不如她姐孝顺 儿子在母亲方面 确实不如女人否则好 但是各位我来说 党老人呢 我对她不计较 她做到了 我做不到 基于比如说 以上的这些 您觉得在 所谓的财产分配问题上 应该要多 偏向女儿这边一点 不偏向 我想你一万岁端平 你少斜点 给闺女往嘴里滴上 三滴两滴 稍微 稍微 儿子三分之二 他三分之一 我也心满意足了 从您老伴的角度来看 从感情这方面出发 也理应要照顾到 不说女儿要更多 至少要跟儿子这边 要缩小差距 因为女儿对你们 实在是太好了 这一点会成为 范先生考虑的点吗 没有考虑过的 考虑这个 儿子也好 女儿也好 都能往家生活 基本上平等 谁弱一下 都可以 姑娘一个月 三千多的工资 她俩结婚六个年头 生活在家里 一切费用 她两口都不掏 她一年挣六万 我给她按五万算 五五二十五万 她提到了 谁好过 就顾着她 谁难过的时候 就帮助这一点 她提到的 她提到的是说 儿子更缺房子 所以 缺房子 我们兑现 我们的承诺了 已经给她买了 所以什么装修 这些就都不选 儿子 对 她重男轻女 特别特别严重 17年的八月份 她跟女儿说 娜娜 法律上男女平等 城市里 男女平等 可是在老家里 看儿子 看小子 就是看闺女重 以后 我想给你多少 就给你多少 不想给就不给了 她这样说 她就这样做了 自从她说了 重男轻女 这个话以后 姑娘哭了走的 哭走 临走的时候 说了一句话 爸爸妈妈 以后你们 不知道怎么对我 我以后还像 以前那样 孝顺你 你们有什么事 我还照样管你们 在周女士看来 丈夫分配家产时 重男轻女的做法 让孝顺的女儿 受了很大的委屈 她心疼女儿 下定决心 要为女儿争取 应得的利益 此时 范先生指出 自从多分给儿子 一些家产之后 妻子情感的天平 就明显倾向了 女儿这边 她甚至将儿子 赶出了家门 而这一行为 也迅速激化了 母子矛盾 现在儿子 不能进家 不让进家 我有原因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周女士 将亲生儿子 扫地出门呢 因为她生这个二胎 出院了第几天 她给我造谣 我跟她 我丈母娘 我们两个情家之间 没有什么隔阂 也没什么矛盾 她给我造谣 说我上医院的 她丈母娘 拉着我的手 我把她丈母娘 扫了个跟头 差一点扫个跟头 儿子跟谁 说这个话呀 她跟我们亲家说的 我亲家就说 我妹妹不是这样啊 说你儿子 告诉她老丈人 告诉我的亲家 我扫她丈母娘了 差一点扫个跟头 我们俩一块上了医院 我说你看见我扫了呗 结果她说了个啥 你是没扫 但是人家说 你慢点走 你连头都没回 我什么哭都弄着 我坚决 不冤 不能受这个冤 我一气之下 给她丈母娘打个电话 她丈母娘说 没有啊 嫂子 我啥时候说那个了 谁跟你说的 我说小超说的 她说我给小超打电话 这时候 我还征求她 同情我一下 安慰我一下 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 然后怎么就不让儿子 进门了呢 晚上她回去了 回去以后 待了五六分钟 她给我跪那儿了 妈我错了 知道你是无意的 我说无意的也是有那个动作了 我根本就没有 你为什么冤枉我 这时候 孙女就跪着她爸爸腿上了 爸爸爸爸 她一听孙女出来了 她把孙女抱在她那屋里 起来起来 起来 那个那个那个 跪的时间不短了 起来吧 起来吧 她如果在这个情况下 她骂小小子几句 打她几巴掌 安慰安慰我 我一点气都没了 我高兴得不行 这时候她没安慰我 我说这个家不行 我说 我说咱俩 断绝母子关系 活不养死不葬 那您是对儿子生气呢 还是对他生气呢 对他俩都生气 可是儿子不是跪着 跟您道歉了吗 道歉 他没有这样道的 我错了 知道你是无意的 他真的就没那个行为 您是说他 他道歉的点还不对 是吗 侠贵是否 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死女子 抛到儿子 推上 搂到儿子 拨了 在推上 等着 那日子 那个气管是 有毛病 我是觉得 时间畅烂 我没等着 应该是 贵了最多15分钟 最多15分钟 您觉得 您就够了 是吗 我觉得 他在那亏裂 就是说 他们气管也有毛病 这个时候 是我错误了 就是说 我们今天 股然有毛病 没血日子 没单子 您觉得 事情到今天这一步 儿子这边 您觉得是存在什么问题 还是主要是 他和儿子 处理不好关系的问题 女儿从小 在我们家待大的 儿子是在老家 养到四岁 四岁回到我们身边 这个儿子 给他妈 这个感情 不如女儿 给妈的感情好 他们之间有隔阂 我认为就是 都是孩子 女儿 给他有整齿的时候 回家是 抄家 抄贼 在范先生看来 妻子在情感上 对待两个孩子 早有偏颇 所以对待儿子 不能像对女儿一样 有足够的包容心 因为这一次吵架 周女士一气之下 断绝母子关系 将儿子赶出了家门 儿子带着妻儿 搬到新房子里去住了 我说要不跟我说一声 就走了 搬过去了 随后 以后的事情 步步紧逼 我这个儿子步步紧逼我 原来 冷静下来后的周女士 主动向儿子 示好和解 但是儿子的反应 却令她无法接受 母子关系 再度陷入僵局 29号中午1点多 我都给儿子打电话 我说小超 你爸说你礼拜天 有时间 就说我想调解调解的 把你姐和你爸你 咱这样子一块 我想调解调解 为了家庭和睦 咱往后里走 我说我跟你说 对不起 我说我断绝母子关系 我说在气头上说的话 我说那你明天过来吧 让你姐也过来 行 礼拜六过去了 我又给他道了一次线 以后咱们和睦相处 儿子说什么 不吭声 一直是低着头不吭声 那怎么就走到了 不准上门这一步了 到了5129放的假 又给他打电话 要回来住 他说来吧 我说谁让他家来 他说小超他们来 叫不叫 我说叫来吧 到了十点半以后 他四口子上来了 待了三四分钟上来以后 在屋里转了一圈 拈着我往这一坐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假村你能说这样 我一听他那口气 我说这都你不孝顺的过 立起来跟我这样 我不孝顺 我不孝顺 咋不孝顺 咋不孝顺呢 我说你说咋不孝顺呢 我一样也给他摆 还没摆完来 我一句他一句 我一说他也说 我不是 我说你先说 你先说 后来我说 免谈 我从来一句话也不说了 就因为这个 我就不让他进门了 我不能让他进门了 你那是给我道歉去了 我想他这回 用真心道了歉 我确实考虑他 媳妇不上班还好 一上班 他这个孩子 谁给他看 说心里话 我觉得他们双方都有原因 儿子有责任 不孝顺 你看 小子一句也舍不得说 不是说 舍不得说 他就不如不孝顺 儿子 本来29号 我是叫他赖 整重地向他妈道歉 结果 他来了以后 他没有整重地道歉 反而跟他妈整意 您在这个过程中 是怎么处理的呢 哎呀 这个就我这说 我这 我不是说一句 是 这什么 你说吧 你说吧 他错到什么地方 别说父母对 就是父母不对 老子不对 儿子也应该是 不能去给老子整那离去 你还替他整理了 但是这个儿子 绝对是 不应该给他妈整理 别过 那么国后 一旦是会是 开着玩笑 会是笑着那 跟妈解释 不应该当场 给他妈去整便 他在这过程中 一方面是感受到了 来自于儿子那边的不孝顺 另外一方面 他内心对您也有一部分意见 觉得您太护着儿子了 或者说太在乎儿子的感受了 而忽略了他 说一句实在话 我这里头有我的错的地方 有意的提供人作 有一些这个错误的做法 他对你孝顺吗 你说说 他对我孝顺 不孝顺 但是我不嫉妒他 我觉得他 有些唆使可以宽容 所以您觉得他对儿子 确实不是那么的宽容 对 对于这一次的母子争吵 范先生虽然承认 儿子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但是他认为 做父母的 不应该跟子女斤斤计较 而这在周女士看来 就是丈夫对儿子的 溺爱和纵容 也是导致儿子不孝顺的原因 那么 对于在周女士 眼里不孝的儿子 和孝顺的女儿 观察员们 会有什么看法呢 那我先说 第一个问题 男女有别 男女有别导致什么东西 导致在阿姨看来 觉得爱的女儿 特别特别孝顺 其实我可以跟你说阿姨 在我们家 我也兄妹两个 我妹妹对我妈也很好 我对我妈也很好 但是我们家父母的电话费 都是我妹妹记得交 我从来想不起来 但是我对 我可以这么说 我对我母亲的感觉 跟我妹妹是一样的 只是说女儿做得 更细心一点 不是说儿子不孝顺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 就是不孝顺 那么基于这样 一个认识的情况下 你就认为 你的老公重男轻女 他可能会有偏爱 那么最后呢 又怎么造成 这种矛盾的激发呢 就是因为有钱了 如果你家没钱的话 会这样站队吗 我不知道人为 那么另外的 钱支配 是谁孝顺给谁 但这个孝顺 怎么来评价呢 孝顺是没有标准 没有尺度 也没有高度跟厚度 去测量的 那这个东西 到底谁说了算呢 还是你们两个人说了算 还是你们家里 四个人说了算 因为这个东西 没有尺顺 这个叔叔也是这么说的 谁孝顺给谁 所以你们在这个标准上 我觉得 你们可以再想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我建议叔叔呢 你跟阿姨啊 浴室啊 多商量 我建议阿姨呢 给家人多一份的宽容 和谅解 包括对您的爱人 孩子 宽容了39年 你可以对女儿说 你可以觉得女儿好 为什么不觉得这个 你旁边的这个人好呢 可以说 在今天的调解现场来说 她始终 没有说太多的话 但是她的态度 就是一种包容啊 解决这个问题 我相信家里的 其他问题 可以迎刃而解 我们客观地来看待 首先 儿子跟女儿真不一样 我们都说 女儿是爸妈的 贴心小棉袄嘛 但是 儿子粗心大意 或者说照顾不周 不代表儿子不爱父母 他 在你们家 习惯了有姐姐帮忙 有姐姐承担 他习惯了躲在后面 习惯了去享受父母 然后给他的一些照顾 疼爱 甚至溺爱 娇虫 所以 如果儿子 真如你所描述的那般 其实你们父母教育 是有失职不当的 那至少 儿子不能背负其全责 再有 儿子下跪了 道歉 认错 您说 跪多久啊 才跪十五分钟 您知道 这十五分钟的 每一分每一秒 是有多么漫长 多么煎熬吗 那滋味不好受 我看到的是 他愿意去深刻地去反省 认错和检讨 他跪下了 至少这个动作说明了 然后 我还想说的是 您知道 刚刚叔叔表达了一个细节 就是他的小女儿 爬到他的大腿上 身上就在他跪的那个姿态下 去缠绕他的父亲 您知道 您知道一个男人 当着自己的小女儿 下跪 他内心的那种羞辱 愧疚 自责 那种耻辱 你可能没有想过 你只想着 他不够诚恳 老公 不够力挺你 你忽略了 您的儿子 他内心 痛苦的感受 我不认为这样的方式 是恰当的 所以 父亲去把儿子 拖扯起来的时候 如果您能够主动 做出这个动作 其实母子关系 会变得更温暖 更融洽 第三 这个男孩子 他需要一些时间 去成长 成熟 因为之前有你们 父母 有姐姐 帮他分担了很多 这里就还要说到 您的丈夫 范叔叔 您看您真的 您帮儿子 去承担了很多 包办了很多 代替了很多 您说到他 儿子的那些刚需 所有的装修 结婚 生子 买房 他都在伸手 问家里面 要哪怕家里 在负债的情况下 这说明什么 这和您的交腻 宠爱 是密不可分的 其实就是 他自己的力不从心 啃老 他不能独立 就是他自己 没有担当 而这一切 恐怕 您是有 有重大作用的 对 有点使他 机械比他 扮得漂亮 是不可的 不应该这样 包办的 我想 举个例子 有一天啊 我在刘峰老师 脸上 打了一下 那么这个举动呢 刘峰老师 可以有两种解读 第一种解读是 这个小姑娘 不太懂事啊 你干嘛 没事 在我脸上打了一下 调皮 我要跟你说清楚 你下次你不能这样了 这是他的一种解读 他的第二种解读是 你这个人太过分了 男人的脸怎么能随便打 这就是我的脸面 我的脸面 就是我的底线 你打了我的脸 你触犯了我的底线 我跟你没完 你这样对我 你就是不把我放在眼里 我要跟你理论清楚 你打了我 我打回你 要不然我这辈子 我不跟你来往了 很生气 我们俩势必闹僵 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 我们有的时候啊 一个行为 可以有两种解读 第二种解读 有一个词 叫上纲上线 那么今天其实我们在讲 二位家庭的事情的时候啊 常常会把事情提到这个高度来 首先我们讲重男轻女的事情 重男轻女这个词吧 我们一听 大家心里都不舒服 阿姨觉得 儿子女儿都是我生的 你凭什么你就重男轻女呢 重男轻女在一个大家庭来讲 首先对这个母亲 是一种侮辱 你凭什么就看不起我女儿 我也是个女人 你看不起我女儿 你也就看不起我 这个事情就严重了 对于女儿来说 也是一种伤害 觉得爸爸重男轻女 就是疼弟弟 可是 真的是重男轻女吗 我们真的要把这个事情 把他讲成重男轻女 这么严重的一件事情吗 我们需要要衡量一个孩子孝顺 我们可能会说 这个孩子不孝 是因为他心不孝 他心里就没有想 对爸妈好 爸妈都不在他心里 我们讲他不孝 可是我们看的是行为 我们看到的行为是 儿子做得不够好 那么也许阿姨 我们对儿子的定性 未必是 让人感觉到很难受的 那两个字 不孝 这两个字 让儿子心里很难受 甚至让大家都觉得 让周围的人们会觉得 这个孩子 道德品质有问题 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事情 我们有些事 不要去上纲上线 上纲上线会让所有人 都很难过 阿姨的观点是 谁做得好 我们就要加倍对他好 哪个孩子孝顺 我们要加倍呵护这个孩子 做对了事情的孩子 一定是要有奖励的 没有错 当然是对的 叔叔的观点是 会哭的孩子有奶和 我更关注的 我更偏爱的 我更倾向的 是那个弱者 这个弱 阿姨 你注意了 这个弱 绝对不是他的经济能力差 他的条件差 或者他现实情况的弱 他的弱是他展现出来的弱 您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明白 女儿其实是一个 以一个生活的强者的样子 展现在了爸爸妈妈的面前 担起了这个家很多的责任 而儿子始终像一个 长不大的孩子 嗷嗷代步 会哭啊 会跟爸爸诉苦呀 女儿说 爸爸这个钱我不要 这是你们的 儿子说 爸爸我挺苦的 能不能帮我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先弱化他们 是儿子是女儿 是男是女 这个概念 爸爸心软了 爸爸的心 转向了这个弱小的儿子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不要去 把他上纲上线到说 爸爸就是一个 重男轻女的人 因为两个孩子 都是爸爸的孩子 一个微笑的孩子 爸爸会觉得 嗯乖 那你就在这待着吧 而一个哭闹的孩子 爸爸会觉得 有点心疼 孩子怎么了 我来哄哄你 这也是一个父亲的心 观察员们认为 周女士应该给儿子 更多的时间 去成长为一个孝顺的孩子 也应该理解 丈夫为人父的心 理解丈夫在经济上 对儿子稍有偏颇的做法 那么对于这200万的家产 周女士的态度 有没有发生改变呢 她是否还会要求丈夫 拿出来公平分配呢 财产的问题 现在在您看来 是必须得拿出来分配吗 这是必须的 儿子那边呢 我跟他不抱希望了 无法来往了 因为啥 儿子做得有点太过分了 为什么周女士 会对这个亲生儿子 如此排斥 她真的是一个大逆不道 令人无法原谅的 不孝子吗 为此我们拨通了儿子的电话 儿子小范却表示 自己很无辜 她无法理解母亲 对自己的偏见 我现在也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我妈一次次的 同样的事情 只是在误会我 还误会我说过的话 误会我做过的事 她说瞎话 瞎话一辈子了 这孩子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短短这么短时间 你说实话 妈我哪儿不叫这儿了 听良心 把良心放正 究竟还有怎样的内情 让这对母子的矛盾 如此尖锐 女儿的连线 我感觉是 在她心理上面 肯定会有影响 就不太一样 儿子的短信 她内心的世界 充满了乌云 让她本无忧无虑的生活 充满了猜疑和埋怨 我这苦 连一半都没倒出来 17年不敢想 一年真的 我整整17年 17年 到底发生了什么 周女士压抑了 整整17年的苦楚 会和儿子有关吗 调解现场 又是什么 使得这个强势愤怒的母亲 竟然失声痛哭 最终 这200万的家产 将如何分配 这一家四国的关系 又能否修复 明晚江西卫视 轻快调解 敬请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